为了美化社区,富州社区邀请竹山在地艺术家替中州国小旁的纽泽西护兰做彩绘 在艺术家的号召下,竹山高中多媒体设计科的老师及学生也一起参与彩绘 议员许素霞也抽空道场表示肯定 议长何胜峰对于在地艺术家及学生们能够共同为临近社区创造特色大为赞赏 我们这个社区就是去接窍到我们竹山高中的学生 那由竹山高中的老师呢跟我们在地的艺术家游文副老师 他们一起来带领这些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社区 那我们今天彩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把这个我们自己社区的一些产业 就红龙啊、巴勒啊、葡萄的这个公仔娃娃把它画在这一条路 那把它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地方上的社区的一些客社的一个产业出来 那也要感谢竹山高中因为有这些学生来协助我们的社区将会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 今天的主题啊基本上是有关于这个社区的龙作物 然后我们希望说把这龙作物的部分画到安全岛上面 让行路间的车子或者是路人都能知道说这个社区拥有什么些产物 然后欢迎大家来玩 那我们把它弄的产物呢变得比较卡哇伊 就比如说他小公仔这样的形式来发挥 那请了竹山高中的20位师生一起来这边帮忙 那希望呢让这边社区的龙作物更多人知道 利用社群网站发文 马上得到竹山高中多媒体设计科的师生响应 在艳阳下大家人手一支画笔细心底绘画上色 彩色护栏不仅是学以自用 更帮助社区美化社区及创造社区特色 尽管天气炎热工程浩大 竹山高中这群多媒体的学生没有一个含泪 事实上这一次是蛮冲出的 那还好竹山高中的多媒体二年级很热情 然后我们在FB上面还有社群网站里面发布之后 就有20个人来这边做服务 所以现在社区营造有这些新的小朋友 让他们能体会说社区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然后也让他们多媒这个科系能够发挥在应该说生活里面 晚上就有找请人 就是我们如果假日有空我们可以来这边帮忙的话 我们就自愿来这边帮忙 本来是想说假期就没事做 如果来这边你又觉得太忙的话 那可能会不会来了 就是因为有趣才会来这边 因为画墙壁不是平常可以画到的 平常就是画在纸上面 现在有一个活动可以画在墙壁上面 是蛮特别的经验 所以当然很有挑战性啊 画起来很不一样 感觉上很不一样 有点像在画油画的那种看法 原本以为应该会蛮辛苦蛮累的 但是感觉坏画的时候还蛮开心的 因为当你把它画完的时候那种成就感 其实还不错 也可以为这个社区付出一点心理 可以美化这个社区 我就画完以后自己看会觉得 画这么一大幅的东西 就觉得很特别很新奇 然后人家路过就觉得非常特别 我觉得就是画出来很可爱 然后在墙壁上就是看起来 就是路过人都看得到 所以就觉得很开心 对于在地艺术家及师生们 能够卷起袖子 拿起画笔 替邻近社区创造特色 议长和胜风是相当称许 议员许素霞对于富州社区 以及在地艺术家及竹山高中师生们的用心 是大表肯定 特别来到富州社区关心 可以看到我们第三个富州社区 我们的生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不过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条线上 可以看出我们的这道矮墙 它不是那么美丽 那今天有我们的杨理长 还有我们的理事长的一个用心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艺术大师 我们的邮老师带领我们所有的竹山高中 我们多美的这些小朋友来到现场 做一个会画 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老师的带领 以及同学 把我们这些所有的地方的元素都加进去了 那当然有我们的番茄啦 我们的葡萄啦 我们的芭拉啦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那个产品 农特产品都把它彩绘在我们的这个矮墙上面 那也希望藉由我们今天的一个彩绘 可以让我们来的这些游客 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呢 也可以沿路欣赏到这么好的一个简化 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社区理事长 理事长的一个用心 也感谢我们今天主团高中所有多美的这些好朋友 这些小朋友来到现场来为我们加油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社区的一个力量真的是无限 希望说大家共同来关心社区的各项的一个建设 还是社区的这些产业 除了彩绘忽然 富州社区申请林务局绿美化工程 日前召集老中青三代居民一起铺草坪 拍植草砖等等 许多民众都自发性的戴起帽子 拿起锄头 一起为社区的绿美化而努力 那今天我们是配合林务局的一个植树绿美化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地主他提供这个地方就是说依据我们 给我们社区以后来当成我们社区的一个农夫市集 那假日的一个可以先来 有一些农夫可以来这边做一些贩售我们自己的农客产品 那另外还可以提供给我们社区来做停车场来使用 透过草皮与植草砖的建制 富州社区将拥有专属的农民小市集 最可贵的是连90岁的阿公 以及曾患有中风的阿嬷 也都来到社区 为社区的绿美化共同努力 小朋友动作虽然生疏 却也尽力协助 乐在其中 可说是欲教日乐的好方法 90岁了 90岁了 有 出来到城 从我比较漂亮的 我们社区比较赞的 我们社区比较赞的 不然到家里来没做什么 我们两个人都来过 到社区大家到城 中风 我有中风 我就想说我没有摸运动 摸运动 没有自己在家没有了 小孩没有在家都没有人在家 我自己住在口罩就摸运动 像拜托我都不可以 做仁工 就在家里做仁工 就在家里做仁工 如果在做仁工 我都会下来博主 我做仁工 年博 到后来都去学圈 学圈年博 这想说要拿出仁工 来 我们那里像这 拼拼拼拼 我就都分操 分操 做一句方法 过来就想说 没人在扫运动 我来做仁工 议员蔡一柱也肯定社区的用心 将社区的各角落 装点的越来越好 也鼓励其他社区一同响应 感谢零物局 这次提供很多树苗 让富洲社区 让他们能够来植树 现在刚好是植树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能够让富洲社区 很多的口袋公园 都能够一起来做绿美化 除此之外 社区理事长还向水保局 申请农村再生计划补助 争取建构马赛克磁砖贴墙 社区召集地方居民及学址 在中州国小路口拼贴马赛克墙 生动呈现出社区的特色 富洲社区从 这个 101年通过 这个 血土保持局的农村再生计划之后 我们就想说 来跟我们的社区 大阪要比较漂亮 给它针比较漂亮 所以刚才这个文化艺术墙 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说 来我们富洲巷的每一个 因为我们只有富洲巷跟集山路而已 所以在富洲巷的地方 我们把它带入我们社区的产业 让它带到我们社区的马赛克亭 带到产业出来 那一开始老师一带入的元素是把我们社区就是有 红楼、巴勒、木穀、豆米、番茄 所以给它做拔河一项 那今年就是我们在中州国小这个入口 在我们富洲社区刚才要入口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给它做富洲向前走的这个一项进来 那因为富洲有一个橡皮山 那我们希望说用这个大象来带入 导入我们富洲向前走的这个一项 让文化创意出来 感觉说可以发动我们这些在地的幼稚园的小孩 跟学校的小朋友 跟我们社区的班队的小朋友 跟我们社区的老人一带 我感觉让这些小孩一个学习 就说可以让他们搭过后 阿伯他们慢慢地搭门后 他们觉得这片墙壁是他们已经搭过 跟这个地方有感觉 尽管夏日炎炎 大伙儿还是卖力贴着手边的瓷砖 社区邀请旅音的艺术家 与竹山高中美工科应届毕业生一同诗作 共同打造充满地方特色的文化墙 我们邀请到的游文副老师 他本身也在地方上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老师 那他有带领一些学生 那这些学生就是他从小就开始 教他们一些艺术或者是一些学习 那我们希望游老师带着这一批高中生 他就直接带他们进来到我们社区来 那协助我们社区来做一些拼贴的一些马赛克 或者是简连的这些工作 和这些学生喔 我就算我哪里 和这些学生做的 所以自己感觉一直少人 大家配合度都很好啊 啊 今年进度就是本来因为数量多 数量多就是这些年才才能带着做的 所以说今年决定会不败 不败才会划算做的 一般學生、竹山、高中、畢業的這些都做出的 今年他們的配合度很好 所以說我們的工作所得到 因為到現在他們做到到今天就 明天才開始就可以休息了 所以我就說這般學生很好 他們的配合度都很好 竹高美工科學生也表示 能夠參與社區文化牆拼貼計畫 一點一滴完成創意牆很有成就感 因為是同學有找我們進來做 然後我們才想說暑假大家都畢業 然後一起來做這些工作這樣子 因為有關於 這也是有關於文創設計方面 所以對我們來說也是很好上手的東西 所以大家就無聊啊 每次做就可以來這邊打工這樣子 就順便賺點學費啊 就是這當中可以學習到合作 然後也讓我學習到說原來農村 這方面有許多意義可以再繼續延傳下去 所以我是覺得做這些 做這些藝術品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文化價值的 農村其實農村現在對現代人來說可能會比較沒落一點 但是我們是以就是比較現代化的包裝 然後做更加現代化的設計來傳達農村原本的生活價值 我們這邊盛產就是上面有水車 然後有筍子 葡萄 火龍果 火龍果比較多 還有茄子番茄這些 香蕉啊 就是基本上一些農作物這邊都有盛產 我們就是覺得來這邊就大家一起做有伴啦 然後做一做以後也可以當作回憶 不像去麥當勞可能客人來就看一看而已 然後可是來這邊就是以後經過都會說 欸這我們一起做的就有回憶啊 大家都會記得都是我們做的啊 就是以後也會說找朋友來 欸可以來這邊看 有沒有 就是就可以跟朋友講 也可以臭屁一下 都是我們做的 很有成就啊 因為從無到有 原本一片都是白白的嘛 啊把它變漂亮就是會覺得很有成就感啊 這裡就算鄉下嘛 啊貼這些變得說很有活力 比較不一樣啊 人家像我們在這邊做久了 大家經過都會停下來拍照 因為都很漂亮啊 牆面以社區的農特產為主角 且以你能畫的方式呈現 活潑的色彩 生動的內容 真的是超吸睛 相當適合親子同遊 藝人張志明肯丁社區的用心 歡迎大家到竹山 欣賞多個社區意象牆 及沿途的小鎮風光 我首先要對我們 竹山頂有很多社區付出的好朋友 表示我對你們的尊重 對你們的經典 因為我們竹山頂有很多社區 有看到國中不一樣 可以讓我們很多人來觀光的好東西 譬如說我今天要向大家推銷的是 我們竹山頂富九里 竹山頂富九里 就是我們吉南宮國粿 那個地方現在在發展一個 叫做必貼的馬賽克的拼貼牆 就是說用馬賽克的磁磚來打 那我覺得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你們可以來看 當然來竹山有很多人跟我說 說志明有一個叫做妖怪村 妖怪村也不錯 我們竹山頂的拼貼牆出來 你也要來看 所以我願望我姐姐好朋友 快來 我們竹山頂必出最好的好東西 給你看 歡迎你 社區再造 就是要讓遊客與李敏覺得有創意 透過意向牆 可以令人感受到不同社區各有獨特的風格 希望一步步的延伸 讓返鄉的遊客與遊址 在進社區時 經驗連連留下深刻印象 議長和聲峰鼓勵縣內各社區 都能持續創作出具有在地特色的彩色牆面